NBA是个身体对抗异常激烈的运动场所,一般人的身体素质根本受不了,虽然有明文规定和严格的比赛规则,但是NBA也不防一些恶汉,比如蓝比勒、渣渣、巴温斯等,同样也不防一些斗殴事件。 比如现在球迷输之大奥本山空事件,下面就为大家介绍NBA三起严重的打斗事件。 1、科米克华盛顿把汤姆贾诺维奇,打猪脑枪,在1977年12月9日呼人与火箭的一场常规赛中,比赛中呼人居心甲巴尔与火箭球员起了纷争,作为甲巴尔保镖的科米克华盛顿,看到汤姆贾诺维奇上前,不明分数直接就是一拳, 后者直接倒地,不省人事,而他仅仅只是为了上前却驾而已。 最后唐姆贾诺维奇询问医生说,被打了后嘴里有咸色的味道,医生告诉他,这是你的脑枪。 2、阿泰。 华来是导演的奥本山宫殿案件,阿泰斯特是科米的好兄弟,其早期以变态出色的身体素质著称,并且又因为脾气暴躁,阿泰又被称为慈水平。 毕竟这是一个刚出道,这撞断了乔帮主,肋骨,并推迟了乔帮主附属计划的男人。 当年还在步行者的阿泰,在与霍塞的比赛中,因为和霍塞中风华来是起了冲突而纷纷不平,直接躺在技术台上。 结果观众席上不知哪个耳头亲往阿泰身上扔水杯,这彻底激怒了阿泰,顿时间球员开始欧打球迷,事后阿泰被禁赛,工资停发,NBA也因为欧,打球迷事件陷入低谷,从此奥本山成为了球员护欧的代名词。 三,巴克利搞奥尼尔半吨巨人的护博奥尼尔,作为NBA球场上的巨无霸,一直是Bugman的存在,一般人根本不敢惹他。 但330磅的奥尼尔,也在球场打架上吃过亏,而这个人就是300磅左右的巴克利。 奥尼尔和巴克利两个体重加起来,接近半多的超级怪物曾在1999年,胡人与火箭的比赛中打了起来,身披火箭战袍的巴克利总是和奥尼尔在篮下假位争抢篮板,巴克利的头部被奥尼尔打了一下,巴克利愤怒不已,他直接把球砸在奥尼尔身上,随后两人便扭打在一起。 但是最后的结局,是奥尼尔被巴克利抱揍了一顿,结局真是令人意想不到啊。